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高科技的研巴生产重症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 园区厂商志望公司也特别在户外设置厂商洽谈区提前部署 市长林志坚跟科管局长王永壮等人 近日也特地到了园区参访企业 了解异地上班跟防疫上的作为 今天来到这里还有特别一个工作就是 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新竹科学园区 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科技重镇 所以我们在很多很多的这些资通网路的设备 其实也都是领先全球 那我们今天来到资邦科技 因为现在防疫工作远距办公或者是异地办公 成为不仅是政府或者是企业 在防疫上的一大利器 那我们今天特别借由参访资邦科技 也聆听了资邦科技 黄安杰执行长吉他同仁的分享 那我们看到了台湾科技的这个创新 也看到了未来在防疫上 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借由这些科技业的一个 利器来协助我们共度这样的一个难关 防疫是同作战 市长林之间参访资邦科技 学习有无可以强化防疫措施跟学习的地方 同时更要将产业的需求 产递给中央 我们上个月有邀请厂商 针对台湾三个科学远区的厂商来座谈 看政府能协助他们做什么事情 那最近我们又要召开这个会议 那希望透过各个厂商的问题 我们来协助他们解决 那同时厂商也将他们防疫的一些经验 或他的措施分享给大家 那厂商本身对这个疫情是非常的重视 所以本身都各自有在做准备 市长林之间参访企业 同时也让企业所面临到的问题 获得及时的解答跟协助 竹科管理局很早就召开厂商座谈会 与各大公司代表商谈对策 也会全力配合市府的防疫措施 确保营运不间断 开播新知万事连采访报道